哎呦哎呦 八颗 八颗 出来 出来出来出来 哇 这条鱼力气真大 哇 这条鱼力气真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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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感觉这条鱼的力量不一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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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志 新的一天 调行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天气非常好 水上雾气蒙蒙的 我相信今天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天 走 开始钓鱼 通过昨天的碳钓 王震发现早晨这段时间 鲁鱼非常活跃 于是 清晨六点我们便早早起床 争取更长时间的做钓 由于昨天下午湖面急剧升温 此时的水温已经远高于气温 使得水分蒸发形成了大雾 不过有了值钱的碳钓 相信今天更加值得期待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一条崖壁 是一条就是下午日照时间最长的一条崖壁 因为早晨这会儿太阳没出来 所有的崖壁现在都不怎么好掉 为什么呢 接受第一缕阳光的崖壁到下午基本上就没太阳 它的水温相对来讲或者它的岸边的温度相对讲来就会低很多 你现在整个水面的温度最好的地方应该就是昨天下午接受阳光最好的地方 所以说我现在是以这边开始 然后等太阳出来 我再到那边再去吊吊 接受阳光最早的那块地儿 刚下船六点多一点准备出发 一下那大水面那个雾一下就起来 基本就没能见度 结果造成我在水面上就是兜了一个圈 我用的是一款德州 11克的铅 然后7寸的一个白尾虫 因为我早晨想打稍微快一点 不想打得太慢 这样会节约很多时间 它是深口卷尾的一个结合体 因为目前我判断它现在的鱼应该会靠边一点 因为水上有雾气嘛 它鱼的警觉性会低一点 所以说我一直打得比较快 把岸边就是快速的搜索一下 然后就换地方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雾啊 其实是水气 因为它水温比气温要高 它现在水温已经13度7了 但是今天气温只有8度7度 所以说现在它整个水蒸气再往上走 咦 怎么没鱼呢 不可能啊 走走走走走 哎呀 不好意思 毁下去 不耽误时间 今天要钓快 这个大雾对我讲的也是个好消息 也传达了一个好的信息 有大雾的时候一般鱼会稍微靠点边 因为水温比气温高的话 它才会有雾气 虽然湖面大雾弥漫 但对于钓鱼人来说 却是一个有利的信号 因为昨天下午的向阳面 在此时的湖面中水温最高 于是王震便将这些地方定为了 早晨的主要做调标点 同时为了更大效率利用这段时间 王震果断换上了大型尼尔 希望在过滤小鱼的同时 加快对每一个理想标点的搜索速度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崖壁是 刚才那条崖壁的一个源头 我现在就往回掉 其实这还是一条整的崖壁 我也是打算就是快速的搜索一下 我也是打算快速的搜索一下 然后我再换地方 现在这个雾气啊 就水面这个水气是由于 一年降温大概有四五天以后 然后昨天突然升温 升温以后水面快速的就到了15度多 然后今天气温呢 还没起来 所以说现在造成就是水温比气温高 它就造成那个水气上升 现在已经慢慢形成雾了 好像越来越大了啊 关键是没起风 它这个雾要是老是不散的话 说明今天气压还低 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耳呢 因为就是因为它沉得快 而且它的目标比较大嘛 鱼容易发泄 我今天就不想用小耳 我就想特意用一些大的耳 不管它是水下还是岸边 鱼都容易发泄 在前一天的做吊中 王震习惯使用的大型伊尔 无论是德州还是这个 都大显神威 而今天尽管气候条件不同 但王震依旧希望能将昨天的模式成功复制 这条边十几天前温度特别好的时候 水门十八角度的时候 他们当地有个钓友 在这条边拉了二十二条鱼 这也是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听他们在讲 所以说现在这鱼也不知道哪去了 来了 哎呀话没落音呢 我怪怪这条鱼力气真大 力气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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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回来回来回来 哇 这条鱼力气真大 这条鱼个儿不大 我要飞了啊 我要飞了 我要飞鱼了 哦 哦 刚刚还在说呢 这条岸边别人钓了二十二条 我还不知道鱼哪去了 马上就种了 哎呀可以吧 我一直呢打得很快 因为我知道这段时间 有雾气的这个野户的话 这些鱼会靠边也会贴边 所以说我把节奏打得非常快 基本上是抛到岸边往回抽两下 没有就换再换第二干 这条鱼提进来可以吧 哎 漂亮 好 放了 走了啊 一二三 走喽 呃 这条鱼是在一个树荫下 呃 怎么讲呢 就目前也就这一条鱼 但是应该说还会有 说明我的判断应该是没问题 鱼还是非常贴边 这条鱼我是在讲话的时候 刚泡到位 然后往回稍微拖了一下 它马上拖着就走 这条鱼来得很突然啊 是个惊喜 很给面子 我 我很开心 果然 这个雾还下不去啊 其实是个好现象 雾大的话 鱼敢靠边 因为阳光 包括光线不会太强 反而是个好事情 其实这雾还没伸上去呢 其实我倒希望那雾大一点 尽管大雾对王震的做调非常有利 但随着太阳穿透云层 大雾也开始逐渐散去 与此同时气温不断升高 鲈鱼的标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之前的做调模式急需进行改变 于是王震不断尝试调整标点 终于在一个大水面的湾口 惊喜出现了 有鱼了吗 真的有鱼了 这条鱼还不小 这条鱼不小 这条鱼不小 不小 这 我靠 拔河 拔河 出来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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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条鱼力气真的 好 呵呵呵呵 这条鱼真大的 哇 哇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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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会感觉这条鱼的力量不一样 我值得庆祝的一条鱼 这条鱼超五十了 这条鱼是我这两天钓的最大的一条 当时这条鱼种的之前 我就在想 会不会它在一条主航道的那些小弯子 会有一些鱼会进这些小弯子 这条鱼也是很好的印证了我的一个想法 这条鱼是我进第二个比较好的标点的一个小弯口 这里就在这个标点 有一对石头 这个鱼应该有铲窗吗 但这条鱼肚子稍微有点大 稍微有点大 哇 这条鱼得有五十多了 多肥那条鱼啊 哇 过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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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还放回它的窝吧 哇 哎呀真过瘾啊 这条鱼真大呀 哈哈 烧 烧 哈哈哈 五十家鱼鱼的重货 为早晨的大雾做调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时间进入下午 由于早晨的大雾天气 导致现在的气压很低 尽管水温已经明显升高 但鱼鱼的活性却反而有所下降 下午的做调 难度重重 现在